立陶宛成立台湾代表处 蔡政府大内宣喊的正天响 却被立陶宛总统打脸 公开直言允许以台湾为名 开设代表处就是一个错误 因为这强烈影响立陶宛 和大陆之间的关系 外交的工作是绝对不能够超短线 正式的外交国一个一个被砍断 只是想要去改这种名 去玩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只是用来大内宣而已 大可不必啊 不要用大内宣的方式 去来让我们台湾的民众 觉得说好像外交有图 不过事实证明也并不是如此 才因为成立台湾代表处 立陶宛的两万瓶莱姆酒 遭到大陆抵制卡关 台酒也阿萨里全数收购 没想到就被光速切割 网友不满之一 前面一个尼加拉瓜 现在又一个立陶宛 台酒可以退货吗 酒不要了吧 这给全世界示范了 宁可一开始就直接亲中 也不要占台湾 我不掌握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 我要告诉你的是 台湾当局试图通过金钱外交 来维系台独活动空间 这注定是竹篮打水地场空 他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 或者转口转到那里再加工 这些加起来的话 有人估算过大概50亿欧元 他们承受不起 所以他才改口讲这个话 我们没有办法替他承担 这些的经济上的一个损失 台湾国际处境确实艰困 但蔡政府的外交 看不到实质政策 只有大内宣 就怕这出被打脸 让国人尴尬的戏码 不会是最后一次 记者杨七号 徐国豪 台北报道 中文阿司约 陪筋 封建一 假设定 中国 Richtung 和 港 你 也